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个故事的呈现 就是对一个地方 它的感受 来到文化中心执政堂 进百件艺术作品 呈现给民众免费入场 吸引不少民众来看展 觉得很有趣 然后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学生 所以这个展蛮吸引我的 就是刚好 现场展出作品不仅将近百件 和往年相比 今年有许多年轻艺术家 来参加增建活动 传统画作和年轻作品 交织在一起 也让资深艺术家感到相当有趣 理事长理学傅也期盼 透过南部美术展 让更多新旧师团 能一同学习交据相长 所以因为现在年轻人 他用的美材 用的方向 不是我们以前传统式的 那种写生的概念 我一直跟他强调观念 作品不分美材 那他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是怎么选择的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有真话 有新人 愿意加入 整体来讲 都会持续的进步 有被以往传统画作 今年南部美术展 融合多元美材创作 让传统的艺术作品 增添新的风貌 以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举行 让全台各地的艺术家 都能一同响应这场艺术盛会 收短南北部的文化差距 人家温士 是王商一高雄 才能报道 是王商一高雄 是王商一高雅 这个小辣子 也计划